安波足球快信,2021年6月22日,荷兰没轮原胜北马其顿 星期一深夜,欧国杯斯组同时上演二场较量,其中一场是由北马其顿迎战荷兰 上半场,迪比快速反击帮助荷兰领先,北马其顿就依靠彭迪夫制造威胁但入不到球 下半场,韦拿到没接迪比座攻抗大优势,随后拒保射梅开二道 彭迪夫完成代表北马其顿的最后一次亮相 最终,荷兰以3比0原胜1北马其顿 荷兰三战全胜投名出线,16强他们的对手会在D,E或F组的第三 而北马其顿三战全败小组战底出局 上半场比赛,荷兰掌控了场上的节奏,北马其顿就偶有进攻机会 两分钟,加云背致在前场左侧德波,往前管带杀到大禁区前缘 右脚都射高出横梁 八分钟,北马其顿后场掌传,比彭迪夫脚下并向前直传 列史托夫斯基停波左脚推射破门,不过求证明哨是二月位在先 19分钟,荷兰在马其顿禁区打出精妙配合,韦拿到武传中被解围 随后的二次进攻再次被解围出来 24分钟,荷兰后场发动反击,迪比策动进攻后 荷兰突入禁区,接马轮倒三角横全推射破门,荷兰一比零领先北马其顿 30分钟,加云背致杀到大禁区前缘左侧,内设形球路射高出 39分钟,北马其顿前场进攻,中路杀出的印尼斯巴迪右脚勁射高出 42分钟,迪比在禁区边连续过人,在底线出波被拦截 踢完上半场,荷兰暂时一个波领先北马其顿 换边再战,50分钟,迪列治禁区内高高约起头取攻门 即高夫斯基门线前将个波解围 51分钟,荷兰抗大领先优势,迪比捷队有直传在禁区内无尸横全门前 韦拿到武推射空门得手,荷兰二比零北马其顿 56分钟,北马其顿禁区前缘获得位置不错的佛球机会 因尼斯巴迪直接攻门,使迪基伦保完成破救 58分钟,荷兰在下一城,迪比反越位成功推射被撲出 韦拿到武跟上宝射梅开二道,荷兰三比零领先北马其顿 61分钟,法兰基迪装送出精彩身后球,队有左路全中 韦拿到武跟上外脚背弹射稍稍稍高出 68分钟,最后一次代表北马其顿出战的彭迪夫被换出场 全场都向这位老将致意 72分钟,尼高鲁夫丹都破门,不过他处于越位位置,入波无后 88分钟,迪列治一脚质量极高的远蛇,迪米卓域斯基做出精彩破救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荷兰三比零击败北马其顿 你听着的是安播足球快讯 记住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和赞我们的专页 M直播提供经销二格发入NBA等精彩足球球球赛事的直播服务 立即下载M直播,随时随地看好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